我們紐西蘭上個星期最大的新聞 相信是除了因為兩個社區感染 而封城了一個星期之外 就是地震 一早上有三次的大地震 最高那次是8.1級 而且有很多次的余震 余震最厲害都有6點多級 其實都算是挺厲害的 這樣要移民來紐西蘭的人 不知道你有沒有為地震做定心理準備 在今集的節目裡面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這二十多年來 無論是在溫光華或者紐西蘭 其實都處於地震區 我是怎樣為地震去做準備 還有如果你是有屋的話 你的房屋是怎樣購買地震的保險 地震的保險裡面是包些什麼 歡迎大家收看 HERMUM 現在提留 HER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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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是HERMUM 如果你第一次來到我的Channel 我的Channel主要是介紹 有關加拿大和紐西蘭的生活資訊 和你的旅遊資訊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和按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每一集的精彩節目 我們現在一齊來看看 今個禮拜的TOPIC 如果你一直住在香港的話 可能地震對於你來說 就陌生一點點 但如果你要移民的話 無論你是打算近近地退去台灣 日本 又或者移民去北美洲 尤其是西岸 和紐西蘭 其實都是地震比較高危的地方 所以其實都值得你考慮移民的因素 尤其是你打算買回房子住的話 你都不想一覺睡醒 連房子都會震散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都很重要 但是地震我們是真的不能避免的了 如果你要去那個地方 我想都不會因為地震不去的 所以在今集的節目裡面 我就主要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家是怎樣準備這個地震的 希望對大家是有幫助 首先當然是水和食物 但是水和食物其實就是 現在大家都可能 疫情期間都有很多在家裡 但是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地震的話 我們震到邊 家裡可能會爛 有些地方去不到 所以建議大家 放水的時候 到處放一些 但是偶爾查一下它 看看有沒有漏 如果漏到整個房子都是 那就不好了 還有罐頭方面 也跟現在的疫情是不同的 建議大家都是買那些 不需要罐頭都可以開來吃的罐頭 以及不需要煮 就已經是一開就可以吃得了 因為地震到時候 罐頭都在哪裡 未必找得到的 也未必可以開著爐給你煮食 還有不需要的當然是這個 急救箱 急救箱裡面有些什麼 我就不向這個詳細講解 大家自己上網找一下 就很容易找得到的 接下來就想說一下這個 酒佬袋 那酒佬袋 可能大家未必會有想過 它的目的就是為了 你震起來 有什麼事隨手拿個袋 就可以走那隻 所以你可以想像裡面 就是要有水和食物 但是罐頭那麼多重 我們就一般來說 就不會加下去了 那大家如果真的想放食物 我建議可以去那些行山的地方 買一些行山人士用的 那些乾的食物 這些是加少許水 又不用煮就可以吃到的 那這樣還有就是 我自己覺得很重要 因為我怕冷的 那這樣就是買一件 那些emergency 專門用來保暖的那些 是很薄的 就是尺寸 就跟你的手機差不多厚度 那你就算一加三四口 其實你pack三四件 在袋裡 其實袋裡 都還很卓卓有餘 可以放得到其他的東西 那其他保暖的東西都很重要 還有就是 當然是有些 有些少少的現金 還有就是你的Document 那有些證件 還有就是最好就是 有些家人的合照 放在裡面 我自己就覺得好些 那因為有時候 如果你真的失散了 那你起碼拿著一張照 可以問一下 有沒有人見過這個人 那起碼你也有張照 那還有就是 手電筒 還有就是 這個 最好就是有些 就是可以 香港可能容易買些 是手繳的那些 那些這樣的radio 那這個我覺得 對那個 就是 如果真的有些什麼地震 要走路上來 其實這個袋 是真的幾大幫助的 除此之外 我自己家裡 就會把那些大型的傢俱 容易塌的東西 都會固定好它 那震起來 就不會那麼容易 掉下來 摘傷自己 那特別是 如果是房間 有些什麼的照片 要掛在床頭那些 那樣 最好都是要穩定好一點 那我自己就不會 放任何的結婚照 或者其他的照片 在我的床頭 因為我覺得 這個是很不安全的地方來的 那還有呢 就是想提醒大家 其實最好就是 在家裡 找定幾個位 那樣可以 震起來 是可以躲起來的地方 那樣 我以前的家 由於 家裡比較多玻璃 那所以這些位 是比較難找的 那你呢 就未必是一找就找得到 那所以建議大家 真的買完屋之後 就一早預備好 這個地方 那到時震起來 就不用那麼手忙腳亂 不知道躲去哪裡了 接下來呢 我就想講一下 這個房屋的地震保險 那在講這個問題之前 就要提醒一下大家 我呢 就不是什麼專業人士 又或者是保險經紀 那所以如果你有專業問題 要問的話呢 那我建議你也是找回 一些專業人士 來給一些正確的答案 那我做這集的目的呢 純粹是想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是真的要搬去 這些地震高危的地方的話呢 其實你是真的有需要考慮 購買這個房屋的地震保險 還有你要清楚地知道 你究竟有些問題 什麼問題是需要問 那些保險經紀 你買的時候 是要問他們 以至於你知道 你自己究竟是買了什麼 在什麼情況之下呢 才是補 還有它是補些什麼 最高的補金是多少 紡西蘭這裡 就有個地震委員會 英文是Earthquake Commission 簡稱EQC 那EQC裡面呢 就是有一件事叫做EQ Cover的 那這個EQ Cover呢 其實是包括很多的天災 大自然的災害 包括地震 海嘯 還有火山爆發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其實它都包的 那只要你是那個房屋保險裡面 已經購買了這個火災保險的話 那你自動EQ Cover呢 就會自動加購入你的房屋保險裡面 就無需要再額外買了 不過就建議大家 檢查清楚 究竟自己是不是有 那個保險裡面 是不是有買到這個火災保險 那如果是想著去移民去加拿大 又或者已經在加拿大的朋友 就要注意 加拿大的情況是很不同的 因為加拿大的地震保險 是必須要自己去額外購買 是不包在一般的保險裡面的 那至於佔底費呢 兩個國家都是一樣 其實是跟那個一般的房屋 那個佔底費呢 其實是不同的 那至於詳細情況是怎樣呢 你自己就要去問清楚 你的保險經紀了 還有就是大家不要以為 買了這個地震的房屋保險 就算房屋倒閉了 都就是這個EQ Cover 就是會幫你重新建回一間新的房屋 那其實它最高的那個保費 其實是由2019年起 那它就是由十萬 是加多了是十五萬 那最高的賠償額 都只是十五萬而已 那這樣就是 還有它是 之前是補有兩萬元的 那個私人的財物 你家裡的財物 那但是由2019年起 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房屋裡的財物 就是一分錢都是不包的 那所以如果你的房屋裡 是有什麼貴重物品的話 你是有需要自己額外去買這個保險 來確保它有什麼事的時候 是會賠回給你 那這樣就是好不好呢 就見仁見智 因為雖然那個金額 它是由十萬加多了十五萬 那但是你想一下呢 其實很多時候 那個地震 都不是震爛了你整個房屋的 那可能你是震爛了一部分 那但是裏面那個的財物呢 也都是有些是可能震爛了 那但是你以前呢 就是什麼都包起來的 那你都可以claim到 up to 2萬元 那但是你現在呢 就一分錢都是claim不到的 你家裡的財物 那你需要每年都要額外地給那個補費 不過就是這些新例 改裝我們都沒有辦法了 那至於呢 就是詳細那個情況呢 它是包什麼不包什麼呢 其實它那個EQC的官網裡面 是有很詳細地去解釋 是去列出來的 那樣也是有中文版 也都是有繁體和簡體字 那我會把那條link post出來 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就是可以上去查一下 還有呢它都會有詳細地講解 地震之前和地震的時候 和地震之後呢 究竟是我們需要做些什麼 以確保呢 將那個傷亡是減到最低的 那大家有興趣呢 記得去看一下 那希望今集的節目呢 可以幫到大家啦 那如果是打算移民的各位呢 我在這裡祝大家呢 都是有一個平定安穩的新生活啦 那如果喜歡我這條影片 記得給like和subscribe我channel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